男性巨区在很多地区的宗教和文化中是一种成熟,甚至男性气概的显著标志,中国就有嘴上无毛,般事不劳的俗语。 今日在美国海军开始允许女兵流马违变之后,男兵们也开始发起流胡子抗争。 这些海军士兵通过自社交网络上征集签名,要求海军高层同意他们流胡子。 美国海军从1984年开始指军人流胡子,这项禁令是出于安全考虑,担心发生或灾时,胡子会妨碍呼吸装置和防护面罩的佩戴,或者影响呼吸。 至于经典战争电影《大决战》中士兵上前线之前先剃掉头发的剧情,头部受伤后可以更利于独立,有着相似的动机。 美国海军男兵的《我们想要留胡子》的话题,虽然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广泛响应,但是海军高层还是坚持胡子禁令不会改变,因为遵守规定对于保证安全和维护军人的形象非常重要。 但是美军的胡子禁令,并非全然不容上量,有一些幸运而就得到豁免。 2016年,美国陆军上尉西姆拉特帕尔辛格,或转可以保留胡须,可以戴头巾包住长发,成为第一位获辞豁免的现役军人。 因为辛格信仰西克教,美军高层解释称,此次破例只是一种宗教包容。 此料美国陆军上尉西姆拉特帕尔辛格,或者可以保留胡须,图片。 在豪兰武大片中,在战区的一些美军特种部队军人中,也不乏一些大胡子,例如九著名导演伊斯特伍的指导的美国狙击手中,海豹突击队的成奇狙击手克里斯凯尔就留着标志性的大胡子。 影视作品的人物形象往往现实生活。 在中东战区,美军特种部队事实现象其实非常普遍,例如在阿富汗,在这里美军特种部队,不仅承担繁重的作战任务,还有越来越多的培训政府军的工作,为了更好作战尤其是更好的融入当地环境,事实在这里很常见。 当然这种公然违背军队条例的行为,也令美军高层很不满,在2002年,美军高层曾就助阿富汗美军形象问题,做出专门规定。 但是美军改善军人形象的努力,引起了前线特种部队的强烈不满,毕竟实施在这里是关系到作战以及融入的大问题,最终美军高层被迫妥协,几乎是默认了现状。 但是对于常规部队和非战区部队,仍执行严格一直需时标准,另外由于环境条件限制,美军的仪表一容标准,也允许有例外。 比如,由于关胡子的热水条件有限,潜艇人员是否可以留胡须,决定存在各潜艇清掌手里。 其实最近几十年来,美军为了体现包容性,尤其是为了支撑征兵人数,在关于一系列外表方面的限制上已经被迫逐步方宽。 例如,自2016年4月30日起,美国海军将允许牵迷军人,在脖子和耳朵后面露出刺青。 据统计美国年轻人中40%都有至少一处刺青。 海军高层将这项政策变化称之为与时俱进,美军越来越严峻的政兵问题,以及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文化冲击。 或许美军里的那些胡子偏爱者,可以期待一下在不远的将来,能够随心所欲的许个大胡子。 懂类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